今年度足三振農会冬茶比赛在近几日正式登场 许多农民都将自家好茶带来参与比赛 而农会也希望透过赛事平台 协助因疫情影响而低迷的茶产业来做复苏 为茶农们带来更多收益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茶叶的销售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比赛茶还是一样要照办 因为农会的比赛茶 除了一个让农美一个交流的竞技交流 最主要的就是稳定市场价格机制 这个很重要 如果没有办这个比赛茶 市场景气不好的话 它的价格可能会慢慢的往下跌 据茶农们表示 今年天后降雨相当不稳定 好在茶叶生产后期水气充沛 产量也趋于稳定 加上有冷气团来袭 浙江的气温也使得冬茶品质有所提升 今年度竹山镇农会冬茶比赛登场 后续经研格审查后 成绩也将于12月13号来做公布 并逸于25号办理展售会活动 也请关心的民众敬待成绩出炉后 共同努力下 为我们地方差产业发展 带来更好的提升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